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網上有消息傳出了 王維基有意參選立法會的商界一功能界別議席 硬撼現任的議員林健鋒 到底這一篇消息是怎麼說的呢 這名人士就說他經常跟立法會不同黨派的議員見面 自由黨的就不用說了 一直是他們商會最堅實的支持者 大家基本上一年都會見幾次面 甚至會出席一些飯局 他說 說真的 自由黨功能界別的選民很多都是中小企 而他這個行業也全部都是中小企 合作無間就不成問題 但是在多次跟立法會議員的見面當中 最令到這位仁兄感到受侮辱 竟然就是來自一位商界的代表 他就是經文聯的林健鋒 有一天 林健鋒就和盧偉國議員 一起見他們的行業理事和會長 當這位仁兄介紹完他的行業背景 以及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以後 他就很輕挑地扔下一句 你們要努力了 我有事先走 留下盧偉國去招呼他們 這位仁兄就覺得 作為一個代表商界的議員 不單止沒有興趣聆聽商家的訴求 連一個有意義的說話都沒有留下就走了 這樣的遭遇當然就令到這位仁兄感到非常憤怒 他今天就收到他朋友的爆料 說中聯辦就打給他朋友 幫林健鋒拉票 功能界別拉什麼票呢 原來中聯辦就打給他朋友 要求很多同時是中華廠商會 和香港總商會會員的公司 將自己在功能界別的票 就由中華廠商會轉到香港總商會那邊 中華廠商會是工業界闊湖第二的功能界別選民 至於如果是香港總商會的會員 他就是 商界闊湖第一的功能界別選民 現在盛傳的是什麼呢 就是王維基是有意 爭奪這個商界闊湖第一的立法會議席 要成為這個界別的選民其實都相當困難 截至2019年底 這個商界闊湖第一的合資格選民 只有908個 計算也不足夠簽票 到底什麼人是有資格呢 就是可以有權在香港總商會大會上參與表決的會員團體 即是要以公司作為單位 就不是以個人作為單位 如果王維基真的有意參選這個功能界別的話 我就是絕對樂見其成的 為什麼呢 因為林健鋒根本上就是深藍 而且同時也兼任行政會議成員 他根本上就是政府內閣的一部分 他的所作所為就是要為特區政府保駕護航 這個是深藍的人物 只要王維基當然 他在16年選舉的時候也有些人說他是藍絲 但是他在過去這大半年的所作所為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 況且鄧炳強率領香港警察攻打中文大學的時候 王維基也有親身聲援 就算他不是黃絲 他起碼藍也非常有限 一定是淺藍 甚至是中立 在上一屆的立法會選舉 他本人有參與港島區直選 當時他作出了一個承諾 他就說假如他是當選的話 他就會自資搞一個電子公投 這個公投就是表決香港的前途 他曾經聲稱說這個電子公投當中 是可以納入所有的選項 不過後來他在選舉當中高票落敗 故此這個計劃亦都是無疾而終 今屆他有意參選這個功能界別 反正黃絲的陣營都沒有辦法攻堅得到 如果王維基是有意參選 硬撼林健鋒甚至乎是踢走他 絕對是一個象徵意義的 因為這個商界闊湖第一的界別 根本上就是小圈子選舉當中的小圈子選舉 只有九百多人就決定了這個界別的命運 但是如果在這麼少人當中 你這個新兼行政會議成員的立法會議員林健鋒 都是要輸的話 反映得出 就算在建制的內部 也有很多人對於你特區政府的行為感到不滿 而且你這群人的嘴唸真是討厭得很緊要 才會換人變天 好了 接著就想說一下關於田北俊 田少應該近日都經常被人問到 到底你怎麼看你的前徒底李子敬呢 因為目前就有很多消息來源都盛傳 李子敬有可能 轉會由自由黨轉到新民黨 參加新民黨的初選 打算循新界東的地方直選 進新立法會 在這個初選當中 當然他就是要挑戰 現任的新民黨立法會議員 容海恩 他協持Youtube的極高人氣 相信有力一戰 但到底前師傅田少又如何評論他呢 田少說 近幾個月以來 香港的民生 就業 經濟都大受影響 相信選民的投票取向 就會因為工作的內容 和社會環境有所改變 到底投票是以政治議題為主 或是經濟議題為主 目前來說都是言之上做 而且選舉到五月或六月 才會逐漸明朗化 然後田少就來了 開始替李子敬分析他的勝算 我2016年的時候 是做立法會議員的 當年支持李子敬 只有兩萬票 而我也離開了四年 李子敬在新界東 又沒有做些什麼 他自己去新界東選 以我的經驗 他選到的機會就很微 新民黨區選的成績 也不是很好 就算李子敬轉到新民黨參選 勝算也不高 祝他好運 田少這些就夠坦白了 當年你就有眼無珠 捧錯這個李子敬 他在去年11月選輸了區議會選舉以後 就不是痛定思痛 反省一下自己有什麼不足 繼續要為當區的選民服務 反而走到網上 群埋一大群的騎尼拐 就要做他的藍絲KOL 現在他基本上所吸納的粉絲 大部分都是深藍 跟當年你跟隨田少的路線 就是大雙競庭 根本是藍圓北徹 田少就是一個淺藍的人 傾向中間路線 李子敬現在專給深藍粉 某程度上其實是背叛了當年田少的路線 由淺藍就變成深藍 故此如果你真的選舉的話 用新民黨的名義去選 其實也是更加 因為夠藍 至於非建制派方面又如何呢 昨天一看到那個有意競族名單 就真的感到非常嚴重 因為 每一個區其實有意參選的人 都是多於當區的議席 所以一定要非常好地去協調 和初選才行 戴耀廷就寫了一篇文章 他建議 今次的立法會選舉當中 需要兩個階段的協調 和兩個階段的公民參與 讓參選的人和團體 和公民 各自行使他們的權利 和履行他們的責任 在這個大原則的底下 細節仍然有待決定 到底他第一階段的協調是說什麼呢 就說各區和各個功能界別 有意參選的人或政黨 就需要就全盤計劃的各項細節 達成協議 和作出莊嚴的承諾 即是說這個初選機制 到底是怎樣運行 比如說 參與這個初選計劃 有什麼條件呢 每個直選區 爭取的目標議席數目是多少呢 公民參與用什麼形式呢 是用網上投票 還是實體票站呢 各個階段的時間表又是怎樣呢 有沒有棄選機制 用多少經費呢 等等 到了官方 即是選管會的 提名期之前 就要進行 第一階段的公民參與 給各個直選區的選民 在有意參選的名單當中 選出他最支持的那張名單 為了使得選民對參選名單有更多的認識 就可以在各區先進行不同形式的論壇 如果在這個階段 有相當數量的民主派選民能夠參與其中的話 所得出的結果就會有非常大的參考價值 故此我是今屆支持這個初選機制 因為如果根據你的有意參選名單 每個人都去報名的話 其實最終只會攬炒 很多人就將會高票落選 就會重複在2016年的經驗 現在就不是戴耀廷自己去雷洞 現在就有一個初選機制出來 給全民來參與 所以我就認為 這是有充分的民主成份在內 我覺得是值得支持的 就算你說自己是甚麼派都好 總之是非建制派 都應該參選這個初選機制 你這樣才可以降低真正入閘參選名單的數目 如果不是新界東和新界西 只有九席 非建制派最多 納盡只有六席 然後有十多張名單就參選 那就是自己打自己 所以有這個初選機制以後 其實大家復應於這個初選機制裏頭的細節 大家談好 那就去馬 我覺得這個是可取的 就好過說你又入閘 他又入閘 去到最後才退選 其實去到最後退選 退選的名單當然有兩千多票三千票 上屆都已經有這些例子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如就不要入閘 對不對 有這個初選機制 大家就服從這個初選機制 在這個初選努力 如果在初選也輸 就無謂勉強 非建制派的候選人其實應該有一致的共識 就是要聘過半數才行 而不是聘自己的個人利益 不是聘立法會議員的薪酬和福利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